大家好,我是小玉 炒蘑菇就是很普通的一道素菜 似乎看起来并不起眼 但是这其中的烹饪技巧 也是需要大家去掌握的 那为什么饭店里面炒出来的蘑菇 又鲜又没有菌腥味呢? 原来方法在这里 今天分享您饭店大厨的做法 这样炒出来的蘑菇 鲜香入味又下饭 一顿吃两碗都不过瘾 一起看看具体的做法吧 想要蘑菇炒出来又鲜又香 第一要点就是要挑选出来优质的蘑菇 我们在挑选蘑菇的时候 要注意看蘑菇是否有被水洗过的痕迹 摸一下看表面呢 是否比较粗糙干燥 再闻一闻味道呢 是否纯正 有没有发霉的味道 按照这样挑选出来的 才是优质的蘑菇哦 我们将蘑菇放入盆中 往里边呢 加入少许的杀菌源 再加入多一些的黄河水 我们将蘑菇浸泡五分钟 再来搓洗 挑选蘑菇 尽量选小朵一些的 这样的蘑菇口感会更鲜嫩 清洗时一定要加点食用盐 盐呢 具有杀菌消毒的作用 这种方法呢 不用多说 能够起到很好的杀菌作用 加盐浸泡几分钟之后呢 您就会发现 它的泥沙呢 已经被泡出来了 都已经落入盆子底部了 这样在拿出来冲洗的时候呢 就非常的简单轻松了 跟着再换水冲洗一下 蘑菇就可以被清洗得很干净了 现在控水捞出来 放到菜板上 我们将蘑菇切成厚片 想要口感更好 尽量切得厚一些 因为蘑菇炒出来呢 是会有点缩水的 如果切得太薄 炒的时候呢 蘑菇就会变得很小 吃的时候呢 就不好吃了 切好的蘑菇呢 我们先装入盘中备用 接下来我们再来切点配菜 两个青红椒去掉根地 我们把红椒对半切开 再把里面的籽去掉 再切成滚刀块 比较能吃辣的朋友 换成小米椒辣会更过瘾 青椒一样的切法 搭配青红椒 成菜呢会更加漂亮 有食欲 好了 切好装入盘中备用 跟着准备几半蒜 泥狠 一块野生生姜 切成小块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 加入大蒜和蘑菇一起烹炒 会大大提升蘑菇的香味 百吃不厌 切好先放在一边 再来五毛钱的猪肉 将其切成薄片 喜欢吃肥瘦一点的 可以用五花肉 切好的肉片放入碗中 我们往肉片中呢 加入少许的食盐 一点点胡椒粉 再加入半勺水淀粉 然后下手搅拌均匀 利用食盐的灵魂点缀 使肉片入味 搅拌时间呢 要持续一分钟 加入水淀粉 能够保持水分 使肉片口感更滑嫩 好了搅匀后呢 腌制五分钟 给肉片充分入味 接下来我们简单调个料汁 小碗中加入一勺食盐 一点点的白糖提味 少许的鸡精调味 再加入半勺干淀粉 一勺生抽 一勺蚝油 加入少许的清水 把里面的调味料搅拌溶解开 提前把料汁调好 这样可以减少蘑菇烹炒的时间 减少出水 蘑菇炒出来会更好吃 先放在一边备用 接下来锅中烧水 大火把水烧开 水开后 我们把蘑菇下入锅中焯水 加入少许的食盐 搅拌搅拌 把蘑菇焯水三分钟 有些朋友呢 可能会觉得炒蘑菇如果焯水 就失去了蘑菇的鲜香味 其实蘑菇本身呢 就带有一定的土腥味 焯水可以去除土腥异味 后期炒蘑菇时 也可以减少烹饪的时间 炒出来会更香 所以我们在炒蘑菇时 最好呢 能先焯水再炒 时间到控水捞出 立即放入凉水中过凉 这样可以保持蘑菇的鲜嫩口感 而且蘑菇呢也不会氧化变黑 然后再控水捞出 这一步有些朋友呢 喜欢把焯水后的蘑菇 水分挤得很干 其实只需要把水分自然沥干就好 让蘑菇带一些水分 后期烹饪时会更加的鲜美入味 接下来起锅烧油 油热我们先下入肉片煸炒 快速地把肉片推翻 把肉片炒至变色 然后呢 先把肉片盛出来备用 这样炒出来的肉片又滑又嫩 锅中留底油 我们下入姜蒜 大火煸炒出香味 炒香以后呢 就可以下入蘑菇了 青红椒一并放进来 将其煸炒开 跟着我们再将肉片放进来一块煸炒 我现在每天都用心分享做菜小技巧 亲们能不能给我个免费的爱心 鼓励一下 万分感谢您了 半分钟后我们就可以加入提前调好的料汁了 快速翻炒化开 调料加入了水淀粉 淀粉预热糊化 调料能更好的黏附在食材上 这样炒出来的蘑菇就会更加的入味好吃了 大火快速煸炒入味 一道简单好吃的蘑菇肉片呢 就做好了 盛出装盘即可享用美食 蘑菇炒肉片 虽然是一道普通的家常菜 但是上桌率是相当高 这样炒出来的蘑菇鲜美入味 肉末与蘑菇完美地融合在一起 又嫩又滑 口感细腻 配上汤汁看着都诱人 甚至比饭店里边的还要好吃 不用吃别的菜 就配上这样简单一份肉片炒蘑菇 也能吃上两大碗米饭 特别的开胃下饭 蘑菇之所以那么受欢迎 其最主要的一个特点呢 就是鲜 这也是其他菜品所不能比拟的 而且蘑菇的热量极低 并能增加免疫力 还含有干扰酥诱导剂 能诱发干扰酥的产生 因而对水泡性口炎病毒 脑炎病毒等有较好的疗效 也是一道非常不错的减肥佳品 喜欢就赶紧动手试试吧 好了 今天的视频内容就分享到这里了 感谢您的支持 我是小玉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